下週就是6426週年 香港支聯會週三召開記者會 宣布與往年一樣 將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燭光晚會悼念 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在記者會上表示 晚會將播放八九民運參與者王超華以及天安門母親代表的錄像講話 又會介紹部分因支持本港雨傘運動而在內地被捕的人士 香港學聯早前已經發出聲明 歷史性的不以學聯的名義參與悼念六四 但仍是學聯成員的中文大學及數人大學的學生會 和已經退出學聯的理工大學等學生會代表都會講話 香港大學學生會同日宣布 因為不認同支聯會有關建設民主中國的理念 將不出席燭光晚會 改為在校內另行舉行守住香港 勿忘六四的悼念晚會及學術論壇 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向媒體表示 晚會開放給公眾參與 預計有1000至1500人參加 不認為會分駁支聯會晚會的人數 對此何俊仁接受本台採訪時稱 不同悼念晚會的最大共同目標是爭取平凡六四 即為當年的學生爭取公益 今年有一些年輕人提出他們的主張 就是希望我們多關注一些本土的議題 其實從來我們都是關心的 以前我們在六四的聚會之上 我們也有講到香港的民主 沒有什麼分歧 我們的重點就是我們為八九年爭取民主的人增壓之後 我們為他們爭取公益的恢復 爭取平凡六四 不要以我遺忘這個歷史 只是我們的共同點 大陸在香港 我們都是覺得要實現民主 都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何俊仁表示 不擔心港大學生會和本土派會分駁維園集會人數 但參與者應考慮在維園聚集龐大人數最具象徵意義 當年在北京報導六四的前文匯報總編輯資深媒體人程翔 週三告訴本台 港人追求民主公益的心沒有變 在雨傘運動中覺醒的年輕一代人會令刀念六四的模式多樣化 過去我們也看到泛民內部一股很強大的聲音質疑這種每年一度的珠光晚會 究竟對中國民主 對香港民主有什麼促進的作用 那麼雨傘運動以後呢 冒出一批以本土利益優先的朋友 對中國大陸的事情 別去管它了 保證香港能夠不受中國大陸影響就已經瞭不得 你們看到就是好像就是說 島鏈六四已經有點後繼無人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呢 年輕第一代它雖然是不想援用過去二十幾年的模式 但是並不等於他們放棄了島鏈六四 你比如說最近這樣大學很多學生入罰的用另外一種形式來表達他們的島鏈 很多人都組成小分隊 大家拿平反六四的紙牌到地鐵啊 公共汽車啊去站 可以說是行為藝術 引乘客關注這個六四的問題 新世代起來了以後 島鏈的模式會多樣化 另外 支聯會將於本週日舉行遊行 由灣仔休頓球場出發 終點由政府總部改到中聯辦 何俊仁表示 更改終點適應很多支聯會義工的要求 希望直接向象徵權力核心的駐港機構中聯辦提出抗議 而遊行當天也正是全體立法會議員獲邀星期日到深圳與負責政改的中央官員會面的日子 何俊仁表示 遊行早已安排 不會因為突然收到會面通知而變更 泛民已有足夠代表到深圳 對會面有足夠重視和尊重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 新林的採訪報導